在有一本書爆紅啊 這是談到2011年的運勢 這是命運的占卜書 而且特別是作者不是命理師 而是由音樂人許常德 和美女畫家周星儀來合力創作 打開書中的命運轉盤占卜遊戲正式開始 你想心中問題 然後這麼隨意抑止 每個數字暗藏玄機 作者宣稱這就是你問題的解答 浪上的琥珀和碎鑽全都是陽光 真的假的好準哦 這本命運占卜書頗受年輕人歡迎 12月底首印2000本 不到兩天就賣光光 最特別是作者不是命理師 而是音樂人許常德 還有作家周星儀 在我們尋求答案的這個時候呢 其實你的意識也讓你 引導你去找到一個解答 顏色鮮艳畫風華麗這一幅幅全是出自這位美女畫家 曾經當過空姐記者 還拿過世界選美小姐最佳才藝獎 甚至幫觀光局拍廣告 她的作品新以日本郵購公司 連歐洲美國廠商都找上門合作 還幫花博設計限量版的古典瓷器 我本身也除了畫以外也是專職設計師 所以就是可以把這兩者融合在一起 電腦繪圖原本就是周星儀的老本行 這一次結合命理設計占卜遊戲 再加上知名音樂人許常德加持 出意外熱賣自己也意想不到 中文新聞林志遠 潘兆文台北報導 中文字幕志遠 潘兆文台北報導